恐怖 猛鬼大樓 怪事不斷 來 你們遇過哪一些大樓有離奇事件 高警官 怪事不斷 我說我在民國75年 1986年錦校畢業 然後隔年76年我調中山分局 那時候在中山分局 我就一直常常聽到學長 我們只要在巡邏車上面 經過錦州街新生北路口 有一棟大樓 那棟大樓樓下那個時候叫 時代大飯店 一樓 二樓有一間咖啡廳 叫UCC咖啡 UCC 但是現在都已經收起來了 就聽他們會聲會影地說 前幾年 這一棟大樓發生一個大火 樓下的人叫樓上說 下來 趕快跳 結果 結果死了19個 每個下來的 當場腦僵四溢 全身都粉碎 明明跳下去會死還是跳 因為那個火太大了 所以當時造成 我們聽一聽 當警察想說 那不就是火災 那有什麼稀奇的 隔了 我畢業的那一年 有一個女生在樓上 感情不順 想不開 從樓上一躍而下 沒死 壓死了一個賣肉粽的 那個賣肉粽的 在那邊喊賣肉粽的時候 碰被他壓死 女的跳樓的沒死 再過了沒多久 又發生了一起火災 燒死了兩個 19個人受傷 因為那一棟大樓的特徵 就是屬於全部都是套房 因為我們的轄區屬於比較複雜性 所以都是特種行業居多 那個套房就是一房一廳 我們不會像現在大樓的管理 保全那麼地好 以前大樓是不關門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當警察 而且我剛畢業沒多久 後來我是民國81年 1992年 我調回去長安東路兩段11號 回去服務那個單位的時候 有一天我們巡邏 因為我在那邊服務了也很多年 不把那一棟大樓當成是什麼 所謂的什麼 不再信這一套的 那我們就有一天巡邏 到了民生東路口 無線電就喊得很急 說就是那一棟大樓 哪個樓層有男女喊救命 女的喊救命 男的可能要遲到砍殺那個女生 我們那個線上的巡邏 那個警車 八部警車很快 很快就到了 但是我們是線上第一個 最近的 民生東路離錦州街是最近的 我們第一個到的時候 那時候 UCC咖啡還在 我先衝進去那個咖啡廳 我說這個樓上要怎麼上去 他說沒有 讓他知道你從隔壁 這邊一二 就像我們現在的比如說 比較知名的星巴克這一些 他一二樓可能是咖啡廳 但是他三樓不會讓你 從一樓上去 他是隔壁的門 就是從新山北路那個方向 大樓門 大樓那個門上去 那個大樓電梯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三個電梯 就這樣一二三這樣 那我們警察 一按到那個樓層的時候 我先問管理員 那管理員其實他也不知道 按上去的時候 我們電梯就上去那個樓層了 真的就看到了一個 就是一個 就像歐巴桑這樣子 那種六十幾歲 那種有點微胖的老婦人 問他說哪一間 假設是A 假設在右邊這一間 寒廚這一間 我們就門口聽到 那個鐵門是紅色的鐵門 裡面是咖啡色的木門 我記得很清楚 裡面就三字巾標得很兇 摔椅子 那個女的哭 很銳利的哭聲 不是我聽到而已 是全部我們幾個警察 上去的警察都聽到了 轉過來要問那個歐巴桑 那個阿嬤不見了 我們剛剛 那個阿嬤不存在 不曉得 她是走樓梯下去還是什麼 不知道 就三個電梯 可是電梯通通都在 我們那個樓層 因為我們沒有容易去注意 那個人 所以我們就一直敲門 裡面都不回應 靜下來都沒聲音了 不得了了 沒聲音只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 男的或女的 可能一個殺死對方 一個自殺 或者是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不知道 馬上無線電 那時候有行動電話還沒有 無線電趕快呼叫我們的總臺 請消防隊 消防隊拿那個大的鐵敲 敢來 砰敲那個鐵門 台語叫什麼 日語叫馬鹿是不是 那個鐵門 砰下去的時候 鐵門開了 我的學長一個綽號叫海怪 那個真的很壯 像城市獵人裡面那個海怪 他就一腳 砰 把那個木門揣開了 揣開那一剎 我們全部人傻眼 怎麼了 裡面就是一個荒廢的廢墟 沒人 沒有人 沒人 剛剛那個吵架聲 沒有男的女的吵架 哭到 女孩的尖叫聲 都沒有空空蕩蕩 浴室裡面那個水龍頭 還掉下來的 那個套房那個床 都還是髒髒的那種 是很多年沒有人在裡面住了 不知道多久沒人住了 根本就沒有半個人 那個聲音從哪裡來 我們想說 會不會聽錯隔壁的 隔壁的可是他就上班時間 不可能你們林岸他會開門的 也不可能是樓上的 可是隔壁的鄰居 一定會有聽到同樣的聲音 那個地方很多都在 特種行業上班 個人顧個人的 你就把門敲破了 窗戶敲破 他也不會理你的 就算你裡面有槍聲 他也不會理你的 我們就逐層按電梯 電梯一按 根本就 要坐往上去的 他下樓 下樓到一個層六樓 那個六樓一出去 你看到那個場景會嚇一跳 一個拉門式的那種 百葉窗那種拉門式的 因為我們還是要查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門一拉開 裡面都是 一百多個 一百多個神主牌位 你說六樓打開 電梯打開都是 都是神主牌位 五組的 可能有的以前就是 跳樓自殺的 有的就是燒死的那些人 或者是什麼五組的 他就寫了百姓 什麼姓都有的 那我們那時候 奇怪 我們又不是要來這層樓 為什麼會停在這一樓 幾個警察 你看我 我看你 那我們就想說 好 那下一樓再說吧 下一樓 跑上去 電梯跑上去 我在這邊講很認真的 我們是要按一樓 結果他電梯往上跑 自己跑 自己往上 跑到頂樓 頂樓我們說 好吧 反正 換一台電梯好了 剛剛說要坐韓祖這一台 換隔壁那一台好了 結果沒有 一打開之後 莫名其妙我學長就說 不然到底樓去看一下 我學長莫名其妙講這一句 上去看 上去看有什麼好怕的 上去看 我說奇怪 這個大樓裡面還有辦 那樓上怎麼會有廟 就是有一個廟 突然當下我會覺得奇怪 剛剛看到一堆神主牌位 現在在樓上 看到一間廟 看到有一個很小的廟 無限電通報 人員撤退的撤退 因為那一區是我們 手第一個到的 我們要回報 其他的同仁學長就撤退了 八部巡邏車 留下我們這部巡邏車的時候 和樓下的管理員 其他人都走光了 剩我們四個人 就看到一雙那種兔子 Playboy那種兔子的 白色的鞋子 我們那個年代有那種 鱷魚什麼青蛙 也是球鞋還是 不是 平底鞋 以前很流行的那種 我現在怎麼講 像皮鞋那樣子 不是 布鞋 但是它是白色的 白布鞋 對 不用綁鞋帶的 它就是有一個Playboy的 兔子的那種標誌 樓梯口看到一雙伸出來腳的白襪子 想說奇怪 這怎麼有一個人 你給我去看 一具男生的屍體 所以死在樓上沒有人知道 死在頂樓 頂樓 頂樓 然後左手 手臂 還插一根針 吸毒的 吸毒的 他自己在那裡死掉的 自己在那邊死掉的 那樓樓太恐怖了 好像感覺要看死人 別看活人還容易 好可怕 什麼又是排位 又是什麼又是幹嘛 所以我學長才在講說 用比較不雅的文字 剛才是你補完是不是 就罵那個死者 那我們就通知當地的管區學長 還有刑事組 就先把那個 拿一個床單 把它整個蓋起來 所以剛好死沒多久的感覺嗎 應該死不到兩天 那一棟大樓到現在 價格其實在中山區 是很低的 非常低 你如果 誰敢買啊 多少是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套房其他租 如果假設要一萬八千塊 那邊可能只要九千塊就有了 九千很貴耶 九千也很貴 誰要租這個廈子 因為哪一區 誰敢住 交通方便機能成熟 誰敢住 你敢住 人家送我我也不敢住 對啊 九塊都不要 誰要九塊都不敢 但是有些人就是沒錢 可能也不得已啊 想說 或者八字硬啊 對 覺得自己八字硬啊 有些人好像八字真的夠硬 之前來我們節目中那個叫做什麼人 那個洗屋喔 對啊 洗屋人 你知道什麼叫洗屋人嗎 對 洗屋人 洗屋人就是 就是處理命案現場的 就是沒有 這是凶宅 那你不敢住對不對 那他就去住 他去住一年兩年 把那個屋子的那種凶殺暴力之氣 洗掉 因為有陽氣的嘛 就吸走 對 然後他住了個一年兩年 他真的每天睡在那裡 然後這個房子就等於 他不怕 受洗過了 所以台灣就是很奇怪 我們跟國外的 很奇怪 就是磁場不用 他就沒有在想這個事情 他們也不會有事 所以可能就是你相信就會有事 也有 你看電影裡面都有那鬼屋啊 什麼也是有事的啊 很可怕啊 還是小心一點